这一章从运角字来看 这是像圆 观 观 连 观 延 迁 都是属于圆部字 我们教材在686页 这个就是圆部 查一查 这些字都是这个运部里边的 都是这个运部里边的 圆部 下面讲这个第三章 蒙的第三章 丧之未落 七夜傲若 482页 须皆旧息 无时丧甚 须皆女息 无与世丹 世之丹息有可拖延 女之丹息不可拖延 丧之未落 七夜傲若 首先从语言的角度 沃若 七夜沃若 这个支字 按照一般的语法书 它是把这个支字看成是柱词 我们这个教材 王立先生这个古代汉语 把这个支字看成是戒词 戒词 后来王立先生的弟子郭西良先生 主编的古代汉语 包括他们在殿大 这个讲的这个古代汉语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支看成是廉词 看成是廉词 看成基业词 是采用了马剑忠 马氏文通的说法 我国第一部语法学著作 马剑忠的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 郭西良先生 他们呢 他主编的古代汉语 他包括像喝酒营 包括像这个唐作藩先生等 他们都是湖南人 他们采用了湖南人马 就是杨树达先生的高等国文法 他的说法称为廉词 廉词和戒词都是连接之词 所以我们这个教材第二册 讲语法 是把戒词和廉词放在一起讲的 戒词和廉词往往是 动词虚化成戒词 进一步虚化呢 就虚化成廉词 比如说这个疾 疾 故不能推车耳疾 这齐静安之战里边 动词 一人在前边走 后边呢 一个人伸手把他逮住 赶上这是疾 动词 动词由一个人 抓到另一个人 如果呢 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这就是变成了戒词 包括在时间上 从这一段到那一段 像疾 装功疾位 这个呢 正博科段预言里边的 这就是呢 戒词 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它呢 本来是有起点和终点 如果一个人 以一个人为主 和另外一个人 这个呢 这是这个集 有主次 如果说是两头 没有了主次 谈不上起点和终点的时候 这呢 就是集 就是变成了莲词 和 生 装功 集功疏断 是强调的是呢 正武功和呢 江氏和武江 他们共同生育了两个子女 装功和功疏断 这就变成了莲词 所以呢 称为戒词 称为莲词呢 他们在意思上也是相通的 这是王立先生和他的弟子 郭锡良先生 他们主编的教材呢 这个称呼 执子 其他的呢 多数都把它称为呢 称是一个注词 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为什么叫戒词 王立先生主编的这个套古代汉语第四册 在呢编后纪里边 他有一个呢 详细的说明 他是为什么 这个执要做呢 戒词 而不是做注词 不把它称作注词 丧之未落 七叶沃若 这里边呢 就是呢 如果说没有这个词 桑未落 桑落 这是一个固定的 这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桑未落 也是个完整的句子 加上了一个词呢 这就取消了句子的独立性 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了 它和下边 七叶沃若呢 就是构成了一个 一个句子 这个沃若 他肥瘦 润泽的样子 这个 这个若呢 是形容词的词尾 表示的 这个 的样子 这个沃若 这个词呢 肥瘦 润泽 这个 这一句 他书上的解释 解释啊 说连上句 亦以自己 年轻 貌美 所以说是这个 他 刚刚是呢 就是 结婚以后 就是呢 还就是 年轻 体貌 还就是啊 比较好 也有人认为呢 以此 来呢 比喻 他们呢 婚后的生活 幸福 美满 开始啊 说是挺好 双方呢 都互相 互敬互爱 生活呢 比较 这个呢 圆满 就像呢 丧 为 月 为落 的时候 有朝气 蓬勃 就是呢 有生机 有生机 下边又讲 说是 须皆 究喜 无始 三甚 须 书上有注释 这个于 就通 这个须 须皆 感叹词 感叹词 发感慨 他说是啊 皆究 这个呢 这个究 书上注释啊 这个呢 就是 单究 单究 这个 息 息 它是呢 就是一个语气词 语气词 相当于现在 发的音 上古 它这个音 发成黑 黑 这个音 但是呢 这个我们不用管它 就是知道呢 这是一个感叹词 语气词 在这里表示感叹 这个和虚解 搭配着 吴时 吴时三甚 注意这个吴字 吴 现在汉语呢 它读 读成这个 这个吴 但是啊 它在上古汉语里边 它的生母呢 是摩 生母是摩 而运呢 是这个阿 这个阿 和它相近的一个字 应该是哪一个字啊 有一个 这个字 摩 摩呢 它本来 就是日暮图穷的 木的 这个呢 本字 摩是 日暮的木 日落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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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木 后来呢 用它 去表示 做一个 复词 它是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复词啊 做了 用了做了带词 做带词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带词 表示否定的 无定带词 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事 后来呢 词语演化 演化成了一个 表示 禁止的 复词 莫急 莫着急 莫说 不要说 它呢 就是表示 否定的 无定的 带词的这个意思 没有了 变成了表示 禁止的 待词 复词 在山谷汉语里边 也有表示 禁止的 复词 这个复词 就是呢 用 这个无 来替代的 无呢 它是 它这个 即是啊 它这个 表示 无有 没有什么 东西 的意思 的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 它起的作用 就是后来 莫 起的那个作用 因为当时的莫 是在做代词用 做代词用 所以呢 只用呢 这个无 来表示 这个无 无实桑 慎 前段呢 学过的古文 比如说 正伯科段 云烟 无始自慢 慢 难图言 无始自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莫始自慢 因为当时的这个无 它的读音 就和后来的这个莫 意思是差不多的 它是明母 虞部 这个呢 是明母 夺部 后边带有一个歌语 虞夺 关系也是对准 下边呢 我们还要讲到 还要讲到 说无始桑慎 就是莫始桑慎 慎 按照说文的解释是 这个圣 圣 三古汉语里边 主要做形容词讲 做形容词 一知未圣 其可在乎 这个 公知其见 甲道里边的 就是很过分 借到一次 就很过分了 当时是 它是形容词 过分 厉害 后来呢 作为 复词 按照说文的解释是 说是 由 安乐 特别 安乐 叫 慎 叫慎 所以啊 安乐呢 往往呢 就有呢 啄迷 吃醉 的意思 所以 有一个 专业 说是这个鸟吃完以后呢 就像人喝醉了酒一样 喝醉了酒一样 所以后来 人们把 人们把 臣免于某一件事 就也称为呢 这个 丹 这个丹 它是呢 比如说 按照 说文的解释 是 如果是 是酒 就是这个丹 事色 是这个丹 他们呢 无食 就是啊 这个 像这样的 都是和 由安乐呢 有关系 有关系 他这里面是说呀 这个呢 呃 无食 丧 丧 不要呢 就是这个 结咎 不要食 这个丧 丧 须 皆 女 兮 无 与 事 丹 这个 圣 和这个丹 他们呢 意思就联系上了 而这个丹 和 这个丹 都是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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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着迷 还有这个 后来读战 当时也是读丹的 丹或者是丹 像这些呢 都是表示 沉迷于卯士 臣迷于卯士呢 就像 游安 游安乐 游安乐呢 像这个 吃了丧肾 这个呢 丧子 像这个 哎 这个人 吃某样东西 上瘾 上瘾就 丹 就是丹 像比较早 人们 吸鸦片 一开始吸 蛮好的 哎呀 吸完以后 就是啊 这个 喜欢上了 在就是像吸毒似的 借不了了 所以以前 看了个电视曝光 哎 什么有的地方 饭店 他为了啊 能吸引顾客 哎 他呢 做火锅的时候 放了米翘 米翘呢 就是鸦片 哎 那个那个 葫芦 哎 他这个说 人们说 这个火锅特别好吃 哎 总是总去吃去 后来呢 被那个工奸法一查 他里边呢 放了 就是米翘之类的 哎 虽然不是吸毒 但是接近吸毒 哎 说是这个呢 方圣 哎 也是这个样子 吃吃上以后 哎 就像喝酒似的 哎 喝了喝喝喝上饮了 这个 他们呢 在意思上 这些呢 是同源的 同源的 下边 所以说 讲啊 说是呢 虚 皆女兮 无语 事 丹 哎 就是呢 这个 书上的注释 书上的注释呢 就是呢 沉溺在 欢乐里边 说讲啊 事之丹席 有可脱也 女之丹席 不可脱也 嗯 这个 这个说呢 有人就解释啊 按照这个正玄的解释 就是呢 这个 托 就是呢 就是这个 他说是呢 就是结也 结也 结 后来呢 他啊 就是 解脱 解脱 解 这个说 他和脱 解脱的脱 都是从 这个 对 得音 所以 他们的语音呢 本来 也是应该 相通的 相通的 但是说呢 在上古汉语啊 是属于书母 张昌传书上的书 书母 脱呢 它是属于呢 就是啊 舌头音 定或者是透 这样的 这样的生母 但是呢 这两个生母呢 在上古 它也有相通的地方 相通的地方 这个是在语音上 他们呢 有联系 所以 他们都是从 这一个对 得音的 所以呢 相通 意思是说 这个呢 事之单息 有可解脱 自己啊 能解脱得了 女之单息 不可拖延 这个女的呢 应该是 可能是感情细腻 一旦陷入以后呢 不好自拔 不好自拔 但是也有人解释啊 是这样解释 所以这个说 言说解释 意思是说 那男的 这个呢 如果是 就是单免 还可以啊 在道理上解释 所以女的 应该让心 更细一些 不能啊 就是这个轻易的 就是呢 沉迷在什么事上 不好解释 不好解释 按照我们 就按照书上的 这种解释啊 这个呢 就是掌握就可以了 这个 在这里边 从押运的角度看呢 像这个 洛和若 洛和若在上古的运步里边 他们呢 是一个运步 都是呢 夺步字 夺步字 教材的 681页 681页 这里边这些字啊 就是夺步 都是夺步的 十三 夺步 像这个若 他们的这个是在 681页 最下面这一行 有个若 倒数第二行 有多 他们 他俩呢 若和多 现在他不押运了 但是在当时呢 他都押运 这个呢 这个若 若和多 现在也是押运的 也是押运的 下边这个 肾和丹 这两个字啊 按照现在读呢 不押运 但是这个肾下边 加三滴水啊 蘸姜的蘸 他还 还是呢 还是 还是押运的 像这个 这两个是 清步 像这个 肾和 丹 是 清步字 教材的 687页 87页 687页 清步 像这个说 做托奖 这个呢 在上古呢 是属于 岳部 岳部 这个我们 这个教材的 685页 685页 这个 岳部 这个呢 这里边这些字 都是属于啊 岳部的字 岳部的字 第四章 第四章 丧之乐 以 七皇 而允 这和前边呢 形成了对比 前边是 丧之未乐 七月 我若 现在呢 是丧月 落了 丧之乐 以 七皇 而允 形容自己呢 年岁 大了一些 就是 容貌 发生了变化 变化 有 后来讲 人老 珠黄之意 但是也有人呢 认为 这个呢 就是比喻啊 生活 环境 这个呢 家庭环境 发生了变化 不如意了 人往往是这样 如意的时候 荣光焕发 不如意的时候呢 面容憔悴 大致呢 是这个 这个道理啊 都是相通的 自我 除尔 三岁 十平 在上古汉语里边 表示道某 什么什么地方去 有的时候用除 有的时候呢 用这个知 有的时候用如 这些啊 这是呢 他们呢 有的是呢 就是方言的不同 有的呢 就是使用习惯的不同 这个除 它是 意思是 从一个地方 到另一个地方去 到另一个地方去 它就说 意思是它 自从自己 到了呢 这家来了 三岁 十平 我自己呢 从前边 从前边呢 看呢 比如说就是 以尔特来 以我会迁 这个表示啊 他的家境 这个女的家境 本来是很好的 还有大量的陪嫁物 这个呢 倒有点呢 像这个原诊诗里边 讲到 谢公最小 偏连女 自驾千楼 百事乖 找到了一个 这个婆家呢 这生活水平 还差一点 所以 他说有啊 三岁 十平 从这个角度讲呢 就是啊 前边说 桑枝未落 七月卧弱啊 说呢 形容 这个女的呢 自己容貌 比呢 形容的家境 好的解释 更合适一些 从这里面看 说他本来家境 蛮好的 找了一个对象啊 家里头困难一点 所以 三岁 十平 这三年 吃的 都成了问题 骑水 伤伤 兼车 为伤 这里边呢 他这个 这三年日子过得不好 过得不好啊 他呢 还心甘情愿 下边呢 第五章啊 讲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呢 他这里边讲 书上讲啊 他说是呢 这是自己被遗弃后 回来的呢 时候的这个样子 三岁十平 嫁给这个萌 没有享受到 美好的生活 被遗弃了 遗弃在往回走的时候 一来的时候呢 还是这个 以我会签 那个时候啊 还很高兴 有的拉着财货 财物 大量的陪家的东西 这回呢 回来了 被修回来以后呢 感觉到河水也深了 河水伤伤 用河水伤伤呢 来表示自己的心情 人们面对了汪洋之水 自己被修气回家 没有着落的这种心地啊 他呢 越染指上 越染指上 尖车为商 水很深 把车为 这个什么东西啊 都呢 给尽失了 要注意的词 比如说这个尖字 这个字在现代汉语里边 更多的呢 是表示 贱 贱的意思 贱贱的意思 他本来呢 从三滴水 这就是呢 他又读尖 表示浸泡 表示浸泡的意思 在古代啊 用比较多 荀子 劝学篇 用过一粒 回想 回想一下 是哪一句话 兰怀之根 势未止 其 贱之 朽 则 君子 不尽 素人 不服 他说兰怀的根呢 是指 如果把这种 带有香味的东西 浸泡在 臭水沟里边 朽 这个朽 后来呢 语音一转 转出了一个 搜字 搜的 比较早的 意思 放在了 发了搜 味的水里边 君子不尽 素人不服 表示 渐渐的意思 在上古 用哪个词啊 表示 渐渐的意思 上古 用哪个词啊 有一个 烧字 烧 渐渐 七后 秦 烧 禅 十倍 比较典型的例句啊 还有 就是啊 刘邦和项羽 争夺天下的时候 汉高祖 数败于江 这个项羽 后来啊 追求原因 发现呢 项羽手下呢 有一个毛氏 叫范增 很能出毛画策 深得呢 项羽的信任 刘邦手下的毛氏 也很多张良 陈平等 后来陈平啊 就给呢 刘邦想出一个计策 他是项羽派来了使者 陈平怎么人呢 负责 接待 接待的人呢 摆得呢 九业非常丰盛 然后就问 说你是项羽派来的 还是雅富派来的 他们这个来设 说是项羽派来的 哦 这个陈平他们说 原来以为是雅富派来的呢 项王派来的 就把这个丰盛的酒席啊 撤下去了 换上了呢 就是四衣草剧 就是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 风宣科孟昌军里面讲的那个 就是他呢 就给他拿上了一些粗饿的 吃的 这个使者回去以后啊 就和项羽说了此事 项羽一想哦 原来 游泳无毛 游泳无毛的这个 楚霸王 他自然是 他是上当了 他说是哦 原来这雅富表面上给我出主意 在和刘邦 有一个暗地里头勾结 后来呢 用了一句 稍夺其全 稍夺其全呢 意思是呢 不是稍微的夺 项羽也很 虽然是粗 但是他也知道 渐渐的 就把 范曾的权力啊 给剥夺了 给剥夺了 渐渐的 不是稍微的夺一下 而是那渐渐的 表示 稍微的这个意思 用哪个词啊 上古汉语 表示稍微的意思 用一个 少字 太后之色 稍解 稍微的 放松了一下 稍微放松一下 这里面要知道 这三个词啊 现在的意思呢 真好 用这个原来 这个风拱和牛群 说相声 这猴吃麻花 全拧了 真好 变化了 稍微的烧 少 稍微的烧呢 表示渐渐 而呢 这个表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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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水浸泡的 这个尖呢 它呢 这个那个 这个表示 渐渐的 这个 烧 它呢 就是呢 做烧微酱了 这个少呢 主要做多少酱 而表示 河水浸泡的 这个意思呢 去做了呢 渐渐的 见 酱了 河水伤伤 兼车为伤 女也不爽 适二七行 适也无疾 二三七得 这里边 是啊 意思是说呢 他自己不爽 爽食 就是过食 现代汉语 有一个成语 叫屡适不爽 差错 反复失 愿 没有 差错 屡适不爽 十二七行 这个是 就是对他丈夫的 称呼 在上古汉语 这个妻子称丈夫 常常也称为是 称为是 二七行 二 本来呢 二和一 他们是 相对的 一是专一 专属某一个人 或者是呢 一心一意的 做某一件事 而二呢 本来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后来又同属其他的人 这叫二 郑伯柯段预言里边有 命西比北比 二于己 西边的边异 北边的边异 同时属于郑庄公 也呢 属于四己 所以这个二 本来是和一是相对的 它就有呢 变化的意思 这里边 是二七行 就是呢 他用作动词 用作动词 这个书上有注释 用作了两句 本来呢 是一个像竖词 竖词很少 用作动词 但是在这里边有 这篇文章里边呢 有两处 后边呢 还有述词 用作呢 动词 四二七行 这个行 按照现在的读音呢 品行的行是读行的 但是在山谷汉语里边 不论是品行的行 还是呢 就是啊 荣行的行 这个呢 都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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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就是读行的 读行的音是后来的 现代汉语的 我们呢 说过 它是从歌 由歌歌喝来的 所以这个行呢 在银行 内行 外行里边 还保留着 毛种音 以前我那个导师 他在张家港 他讲 他说 他去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 往哪里走 我们叫往哪里行 他呢 叫往哪里行 往哪里行 往哪里行呢 就是呢 保留的音 还是古音 不只是银行的音 应该读行 行走的行呢 在上古汉语里边呢 也读行 也读行 这里边读行 就押韵了 他就和呢 这个 河水商商 兼车为商 女也不爽 十二七行 但是呢 我们这上读呢 还是应该是 按照标准音读 还是读行的 嗯